HELLO 大家早安 我是電探少女獅姨 那今天是端午連假的第二天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計劃呢 是出去玩還是在家休息 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起先看看下面這三則科技獎金包吧 好 那首先呢 主力播出美劇的NEXIOUS 他們宣布要在印度開拍首部的印度原創影集 那除此之外呢 台灣的辦公室也真是啟用啦 NETFLIX 宣布要跟台灣的單立電視台合作 所以我們以後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台灣的偶像劇啦 像是夯劇《犀利人妻》 或者是《命中注定我愛你》之類的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哦 不過他們目前還沒有計劃要推出台灣的自製劇 但實際非常的希望可以在上面看到在台灣拍的原創劇 然後也可以像《臺無》那麼精彩好看哦 好 那第二則呢 就是Fleezer要跟Facebook合作 那以後玩家呢 就可以用Facebook的帳號登入遊戲 那熱門的遊戲 像是《魔獸》 或者是《暗黑破壞神3》之類的 都預計在這個月開始合作 那玩家們用Facebook的帳號登入之後呢 就可以在自己的塗鴉牆上面直播遊戲實況啊 那Facebook的帳號連結的程式 或者是應用軟體越來越多 那實際也覺得大家好好保護自己Facebook的帳號密碼哦 好 那剛剛有提到直播 現在大家直播應該都是用手機直播吧 Sansung之前呢 有發表一個OLED螢幕 那據說呢 要在明年推出可以折疊的手機 那實際真的超想知道他到底會長什麼樣子的耶 而且呢 實際想的時候就覺得 啊 我要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到 像科幻電影裡面那種 像紙一樣薄 然後又可以折來折去的手機呢 不過現在覺得 欸 好像很快就可以看到了嘛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小電報啦 那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也別忘記跟我們一個like 或是訂閱電掃上我們的頻道哦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動物的點讚 掰掰 結束呢! понрав? 我電話給你 不開 strip